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平静地跟他说了一句话 交警局大楼 之后计价器突然就回灵了 还有一回 在公交车上 一个文族的男人在猥亵一个年轻的少女 少女很勇敢 打了那个男的 结果那个男的恶人先告状 污蔑女生打人 女生觉得委屈就哭了起来 结果那男的更加气焉嚣张 将女生索要精神损失费 我当时我就看不过去了 我就和那男的怼了起来 全公交车上的人都站在我身边 那个男的性格格外嚣张 说你们谁敢动我 我到场有几十个兄弟 谁敢过来 我就揍着他喊爸爸 这个时候司机就把车停下来了 没有开门 对我说了一句 这个地方啊 没有摄像头 男子听后脸都绿了 不到三分钟 这个男的多了整整一公交车的爸爸 大家都知道啊 公交车上难免有摩擦 有一回 一个女的上车时 踩了一个大妈 我就让这个女的跟大妈斗个歉 没想到这个女的张口就骂我身性病 你身性病啊 我一个男的也不能打女的吧 机智的我啊 大声的吼了一句 我不介意 孩子不是我的 这个时候 全车的人都看着她 支支点点 这女的脸呢 痛哄痛哄 万万没想到 这个女的憋了半天 给我来了一句 你怎么连亲姐姐都不放过呀 这个时候 全车的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那一刻我很尴尬 就在我人生最尴尬的时候 我的机智拯救了我 我气尘丹田 目光坚移 对着全车人我大吼了一句 我哪点不如咱爸爸 为什么你选咱爸爸呀 为什么选择他不选择我呀 好了 厉哥的节目就到这了 厉哥脱口秀天天把你动 OK 拜拜